缺带到明年其實我們早就知道了 之前就有說過 因為你每天少這麼多東西 然後又沒有雞在養的話 沒有雞在生的話 缺到明年一定是沒有錯的 那時候之前說3月底4月環節 甚至於說端午會環節 那時候都說應該是不可能 對沒有雞所以一定會缺到明年 那那個時候是怎麼早就聽到說會缺带到明年 是從數據上來看嗎 那很多人或是自己來都在看你講過嗎 我不知道農友會 他是報假數據 還是說他根本沒有收到真正正確的數據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第一線 從那個上來到貨量看就知道 而且雞真的少很多 所以那個時候就已經判定說 今年一定整年都缺带的 所以老闆不會幫我們分析一下說 今年大概缺带是遇到哪幾個因素 今年缺带但是最主要還是情流感的問題 因為情流感就雞都死光了 然後你沒有雞可以下單的話 就肯定缺很多 然後當初最嚴重 之前最嚴重的時候 一天大概缺四五百萬顆以上 所以說四五百萬顆如果要靠後面的進口蛋來補 可能很難把這個數量完全補起來 對 那現在進口蛋就是為什麼很難把數量完全補起來 那會不會有反而就衝擊到我們國內的蛋 因為如果說你目前像他三月份進來三百萬顆 可是三月份是進來五百萬顆 可是我們一天就已經缺五百萬顆了 那你一個月進來五百萬顆 怎麼補也不可能補得起來 那至於說你會不會衝擊 還是要看市場的機制 你今天如果沒有東西不夠賣 那雞蛋就是還是會貴 這樣子 所以反而覺得說進口可能是一個一匙的方法 對啦 對啦 進口應該就是說 它不做也不行 還是要進口 但是說可能就是不小補啦 但是進口蛋跟我們自己本地來講 本地還是有本地的優勢 因為你進口的東西一定是冷藏 對 冷藏的東西到了這裡 賣給民眾的時候又是屬於常溫的 這樣一個解溫下來的話 那個雞蛋多多少少都會比較容易出問題 比較不新鮮 可能媒體下的這個部分跟實際 我們昨天在所有的專家學者會議裡面 可能有點差距 所以我所強調的是 我們因為這幾年的雞蛋的需求增加 每一天大概要2400萬顆的這樣的需求 那國內的產能在這一兩年可能還會跟不上 所以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會透過進口還有滾動庫存來補足 所以要跟所有的消費者報告 我們在4月這個月就有進口超過3000萬顆 下個月有5000萬顆 這個就是要來補足國內的缺口 這個就是要來補足國內的缺口 所以缺蛋的議題 其實在這個月就會獲得解決 但是因為國內的產能 因為有地方自治的要求 還有很多的情色要改善 那以及要透過席選等這些通路 都是三四十年來我們要一一的解決 所以在解決這個過程裡面 會讓國內的生產量跟需求量不足的部分呢 由我們的進口跟庫存來補足的時候 那就不會有所謂的缺蛋的問題 所以我們明年會缺蛋嗎 當然不會 是國內的產能如果比我們的需求還不足的時候 我們會有所謂的進口 專案的進口跟混動的倉儲 那也跟各位報告 我們大概在下個月之後 我們進口如果有比需求還多的時候 我們會進入我們的混動的這個場所 我們預計農委會會有至少五千萬顆的雞蛋 隨時在準備 立法院11號三讀通過農委會的升格農業部 要升格了耶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呢 為此哽咽差點落下難而累了 眼淚都掉下來了聲音變得好哽咽 領書粉專台灣網路關係圖協會 你看看喔排點了陳吉仲 五次哭哭全紀錄 哇陳吉仲真的蠻愛哭哭的 遇到事情就哭哭能解決嗎 列出了哪幾次的狀況 爸爸養豬哭 種茄子又哭 種紅豆再哭 結果呢來看的是 種檳榔繼續哭 喜當農業部長哪次不哭啊 但是列出了人民缺蛋 鴨蛋漲價呀 豬肉漲價呀 陳吉仲你怎麼都沒有哭呢 怒唱陳吉仲出了缺蛋漲價 哪次不哭啊 網友也紛紛留言 這個傢伙當官 我都想哭了 一哭二鬧三上吊 因為那個陳吉仲 前幾天為了這個農業部升格而哭 但大家都想問該哭的是不是人民 畢竟缺蛋然後豬肉又漲 對最近的這個民生物價的上漲 不管是缺蛋缺肉喔 還有價格的飆漲 其實很多人民都苦不堪言 結果呢陳吉仲的哽咽是因為農業 農委會要升格為這個農業部 那我不曉得陳吉仲這樣的哽咽 是不是想到他未來可以從主委 升成部長喜極而泣喔 那但是大家還是要問他 其實人民都哭都哭不出來了 可是農委會主委 完全沒有辦法解決任何的問題 請問他的哭 到底是為了自己升官喜極而泣 還是為了老百姓而哭 政府說已經進口幾一顆進口雞蛋 但農會一大早還是大排長龍 200多張號碼牌發下去 不少民眾痛罵荒謬 怎麼永遠要搶雞蛋 台邊6.6就來啦 看他來幾箱啊 有的我買不到啊 還是缺啊 南部機還是不穩定 所以還是缺蛋啊 但還未解 蛋價還是狂飆 更扯的是 連豬肉價格都飆破99.96元 逼近100元大關 比去年同期了78.7元 漲幅僵僵3成 當民眾荷包因為豬價漲 淡價漲狂失血 被罵到臭頭農委會主委 這一天卻因為農委會 升格為農業部的法條過關 感動到快噴淚 首先謝謝趙偉劉建國委 安排這個農業部的組織吧 其實我沒有說要講話 不知道是不是想到自己 馬上要從主委高升變為部長 陳其中回到座位 還感動狂失淚 網友嘲諷比起陳其中 碰到彈珠狂漲下的百姓 才想哭吧 是護航萊豬過關 又能升官當部長 陳其中襲擊而氣嗎 死豬不怕開水燙 永遠在賴在那邊 死賴的不走 就是在等這一天 等著有一天 他能夠容身為 全中華民國史上 第一任的農業部長 不是答應我們三月底 就要解決蛋的問題嗎 為什麼還要在排隊買蛋 陳其中出賣台灣的農業 換來自己個人的官位 還在那邊感動得痛哭流涕 真的是很想吐啊 台灣的農民才應該哭吧 是台灣買不到蛋的人才應該哭吧 是因為豬肉價格上漲 而受到損害的人民才應該哭泣吧 身為官員無能解決問題 卻還在那哭 到底哭什麼哭呢 難道進口的萊豬 從此大功一見 就算蛋黃豬肉長 百姓的痛苦 總統似乎視而不見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30號出席學術界 在中興大學舉辦的探討 能源環境和藻礁議題座談會 沒想到講到一半突然 你看喔 中興大學 中興大學喔 有多少老師得不可以進來 其中還有一個在場 台下來賓整個問號 怎麼講一講就突然失了 我是說眼角失了 原來急重是談到空污問題 再加上中興大學 有老師罹患肺腺癌 才會讓他哽咽 是 剛剛有一個與惠的中興大學老師 是我的好朋友 他得慧腺癌 就在中興大學 那中興大學的運輸系 志工系的好幾位老師 在退休前得慧腺癌 說到急重哭哭 其實急重也不是第一次哭了 當初有兩萬五千 豆腐的養豬戶 對不起 當初有兩萬五千豆腐的養豬戶 現在剩七千豆腐 那有一萬八千豆腐不見了 我們家就是那一戶 急重不哭不哭 真不愧是用水做的男人 如果台灣的天氣都是急重 我想就不會缺水了 最頂級的家常好滋味 海皇頂級冷壓出炸麻油漿 嚴選傳承三代頂級黑麻油 及台東小龍器座高品質老漿 四季滋補 用料實在 簡單一吃 零廚藝便能料理不失手啊